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门指向这个类或者一个对象本身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咱们一个类里边都有自己的一些静态的属性 就是记忆体的静态属性 咱们前几次可说过了 一个对象里边或一个类里边有自己静态的属性和动态的方法 都属于自己本身 这些属性和方法都属于自己本身 那么这次就是用来指向自己本身的这些属性和方法的 这就是它的通俗的解释 虽然这么说大家可能还是不太理解 那我们来下面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好理解了 好 我们具体看例子还是打开我们的Eclipse这个软件 Eclipse这个还是上上上节课就是写的这个启动类 这个启动类无所谓 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启动的类 所以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编写的这些类嘛 今天我们这次可不用这个A类了 咱们去了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几个这几个都是Eclipse自己一点一点的直接生成的 就是这个主类启动类 主类启动类的名字 public class启动类的名字 然后呢 写public static void may 这是 may函数的 相当于 may函数的意思 这个就是 就是 呃 它一般都是这么规定这么写的 咱们先记住这么写就拉倒了 首先啊 言归正传说咱们这个 这次这个关键字 首先我们再先新创一个类 比如说 class class 我们这个类的名字叫b b类 好 闯完了 b类里边 呃 具体我们来理解一下这次人 比如说b类里边有一个属性叫rnti属性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方法 呃 方法叫set方法 set方法 我们看 嗯 怎么样呢 set方法 我们这里边写个参数也叫i参数 i参数 然后呢 我们 呃 哎 我们 says term.out.println 我们这里边写一个就是假如我们写一个i 就是我们这个方法里边println就是输出这个i 你大家想想这个输出的这个i是自己本身的这个i呢还是我们里边参数的这个i呢 大家想一想呃就是比如说我们首先说自己他这个属性爱我们给他定义成一个10 然后呢我们这个参数的i 然后呢我们这个参数的i就我们这里就是这个启动的里边给他复制嘛 嗯 b就是说大家我们想不到我们可以实验一下我们这里边先写一个b类创建一个不是写一个新的b对象创建一个新的对象就是类名 对象名等于new 类名括号 嗯 这个b对象就创创建小b对象创出来了 然后我们写一个小b点它这个方法是set方法 i嘛就是我们把1传给了形态i 然后我们又输出这个i 但是呢我们这个b属性里边有自己他有本身有个i 这里也有个形态i 他这个1传到这里 就是说我们输出这个i到底是他自己本身属性的i还是这个形态的i呢 我们来具体运行一下看一眼 1点你看 哎这就说明他这个这个这个输出的这个i是他这个形态 就这个传过来的啊就是1 1咱们写这个11那个传三传到这个形态这个i里边 然后把这个这个i输出了这个i是输出的这个i 嗯 所以说所以说这个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这个i是输出的是这个形态i 但是这次现在就有这次的事了 如果说我们想输出自己本身的这个i应该怎么写呢 就说这个i我们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媒介桥梁就是 我们不需要输出这个i但是我们就需要输出这个i 我们可以这么写就是 我自己本身的这个i 所以说 this.i还是就是咱们刚才pc里说了 this就是一个工具 用来专门指向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属性的属性的东西 this 咱们顾名思义嘛 this用英语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 这个i就是你看 this.i就说明这个i 什么叫做这个i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属性的i 不是跟这个 甭管他你这个这个行参暗是什么 我就输出我自己自己的这个i 所以说就是this.i 大家应该有一点心里有点眉目了吧 看出这点区别了吧 比如说我们再删了看 这么写 输出的就是这个行参暗 我们简直一下是1 因为我们这里传过来一个e 但是我们加上this.i 我们再出书一下看 这就是10 哎 这就是 这就是this的这个用法 那下面我们说这个具体 它到底有什么实际的用法 有什么意义 就是实际上的用法 我们可以写一个比较模拟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实际的程序 比如说我们写 我们再新建一个类 new new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类叫student类 student类 student类 我们student类里边 就是我们要新模拟一个student对象 然后我们就要写一个student类里边 他有这个这个学生学生这个类里边 他应该有 比如说他应该有名字 name 嗯 然后呢 他应该还有public nt 他的学号 学号 就是年龄吧 age 我们就先模拟 这有个错 change 哦 写这个 这个大姐的student 啊 就是我们先模拟一个学生类的模型 然后他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名字 一个是年龄 然后呢 我们想往他的年就是把这几个里边负值 就是具体负上值 嗯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set 嗯 void set 我们通过想通过set的方法具体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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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学生模型里边的这个名字跟年龄负值 我们写一个形形参 streetname antiage 这一个name和age的形参我们想付给他 这一根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想 怎么用z字来通过实现了 我们可以这么写 我们我们先敲出来z4.name等于name z4.age等于age 这么写 大家看这么写什么意思呢 这个name是这个形参的name过来的 然后我们形参的内幕的东西传给了z4.name就是说这个类就是这个对象本身的属性的内幕就是把这个形参的内容传给了我们自己 本身属性的内幕 这个也一样 就是把形参的age的里边东西传给了我们具体 具体这个这个类里边的属性的age z4.name就是这么大家体会一下z4.name就是这么来用的 比较好用就是 就是具体有实力里边我们就是模拟这个小程序来说明一下 以后我们用z4.name就是也都是这么用的 大家体会看一看 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完成这个程序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public void get 然后我们就这个通过这个按照我们可以 我们想显示出来我们的这个名字就是 就是我们想显示出来这个学生的信息 嗯 print 我们就写简单一点 就是比如我们显示出来z4.name 嗯 然后 z4.name 我们显示出来这个就行了 然后具体我们在这里边 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我们写具体出来一个student对象student s等于 new student 我们就用新出来一个s的s这个学生的对象s.set 这里边我们就写 哎 错了 s.set 第一个 第一个形态我们是是那个字符串的行 我就下写一个吧 然后第二个形态是anti的就是他年龄年龄比如说是20岁 A 然后我们再丢一下s.get 好 我们保存运行一下 输出 你看 学生的名字和学生的年龄 具体的就是这个这个函数set函数 我们 传了两个形态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年龄 具体的这两个形态 具体把这个内容传给了他这个zs zs表明了就是具体传给他本身的属性的name和age 然后我们再用get函数输出 具体的就是zs zs关键字的这么个用法 好 那个差不多大家可以就是通过了这个具体实力 差不多应该对zs有了更比较好的理解和体会了吧 嗯 自己可以下距离再想一想 其实过了这个坎就特别的容易了 然后具体完了就是这些课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差不多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理解zs的这个本身意义即可掌用其方法 跟高档数是一样的 我们就想zszs就是这个的意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它就是个工具 它指向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 指向自己的爱 zs点爱就是表明这个爱是我的 zs点爱就是这个是我的爱 自己本身的爱 自己 我问自己大家喜欢一下这么理解会比较好 好 那我们下一课 下一课我们要讲一讲这个static的关键字 怎么说呢 static我们用的应该说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static这个关键字 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好 好 那我们下次可见 好 那我们下次可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